我想有兩個問題值得和同學分享 大家作為一個新聞系的學生 或將來可能會做從業縣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沒有興趣做新聞 沒有興趣發掘新聞 我覺得千萬不要繼續讀下去 其實可以成早轉系 因為這個行業都是要你自己很有興趣去做的人 才可以捱得下去 即使我不要理我現在做什麼 我自己根本是很有興趣做新聞 到今天我仍然在做新聞 即逢我看到新聞我就兩眼發光 這個我覺得是要明白 要一些行業裏面做下去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 剛才有一位同學問到脆文等等是不是新聞 這個就是一個更加哲學性的問題 我自己都永遠在問我自己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年前 就是前特首那個老母西事件 那時候剛剛開始做的 現在加斯買那個玩具 那個玩具 我當時就是用很傳統的報紙的 報人的角度去看這個新聞 我們很早知道的 不過我說出什麼東西 這些都不是新聞 但是我不出結果其他人出 兩三日後自己 梁振英都把老母西放在桌面上 到那時候就 每個人都覺得是新聞 另外有一個反思 究竟傳統一個傳媒人 或者一個新聞系 覺得是新聞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你define的新聞才是新聞呢 你覺得不是新聞的東西 就不是新聞呢 那大家可能把自己的新聞是學生 或者新聞從業員的新聞 身份放下的時候 你們下班下班下班 你們在看什麼呢 你們下班下班 你們下班下班 是不是很喜歡看得很嚴肅的東西呢 略為不嚴肅一點點 那些不看呢 那我覺得新聞從業員的掙扎 其實都跟這件事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很難是純粹用一個很傳統的角度 去define新聞 如果這樣 你其實千萬不要做新聞 也不要做網 你扮知90%的東西是傳統 是define 不是新聞 最後吳曉東說的東西 我相信 所有在做網的人 包括你和我 其實都是一個 水平線的上下掙扎著 就像看那些戲一樣 一個很窄的空間 你浮得努力一點 你就浮在水面上 上面其實只有一呎空氣 下面有無盡深的水底 你在那裡游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這個感覺的來源是來自於 其實是 我覺得說得很宏觀的 其實整個世界大的變化 由傳統媒體變成 移動匯論網的媒體 所有東西都在變 你看到三間機構都是在掙扎著 或者我們看到更加多的傳統媒體 和新媒體都是在掙扎著 去找那個business model 我自己覺得生存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理想很高 但是如果生存不到 我們的理想都無法延續的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在 如何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很想做的故事 和我們如何可以生存到 這兩個空間之下去掙扎 好像我剛才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意識去生存的話 你是必定生存不到 無論你理想多高都好 你最後一個死人是不會可以 延續到自己的理想 可能同學不知道 這個老餅的古龍式的說法 有什麼人是不可以延續到理想一定 死人 我們是要掙扎著 令自己不變成死人 我覺得我這個感覺 同學可能不會有的 但是從業園應該會慢慢會有 那我想 希望大家去想 是不是讀三文系 就是我 我還有一個三文系畢業生 雖然不是在 樹人大學畢業 但是我 比吳曉東更加老餅 早去七年入學 但是我覺得 學生如果繼續想在這裡讀書 繼續想從事這個行業 一定程度也都要分享一下 這種生存的掙扎 如果你沒有這種生存的掙扎感 而加入這個行業 你會很痛苦 因為這個行業 每一刻都充斥著這種掙扎感 多謝